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的期待 还有作为中国人的使命感 我的目标就是提高新加坡的篮球水準 所以我要为新加坡注入新的动力 我要他们在一年后的东南亚青年篮球锦标赛里面 夺得冠军 为国争光 运动最终不是为了输赢 而是为了弘扬体育精神 是他们限方规的吗 他们犯规你们自己就乱了阵脚了 他们犯规你们就可以斗仇大人吗 你们简直就是一个字 训 你们走的道路将会崎岖不平 有些甚至会迷失方向 你疯了 再不正做的话 搞不好都得回家 到现在你还怎么在意个人表现 你怎么想到我们了 既然来到这儿是我的选择 那我就必须成功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 叫他们全部滚蛋 记住 打球不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 更是为了队友和祖国的荣誉 所以 一定要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才能一起开拓新天地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们都必须团结一致 我预祝你们成功 全球的观众朋友 您好 我是美香 也是Eva 欢迎您再次收看Eva Show 今天的新加坡 天气有点阴阴凉凉的 而在我的背后 您可以看到 新加坡非常著名的金沙滨海湾 非常的漂亮 而我们今天聊天的地点 也是非常的浪漫的一个地方 是The Frueton Bay Hotel 这个地方很漂亮很漂亮 而我身边这个人很帅很帅 非常有个性 是新加坡 人家都觉得他演什么就像什么的人 厚任你好 你好美香 怎么去找到那个导演 这个故事你愿意分享吗 可以的 其实导演 我认识导演不少 是啊 很多人都很奇怪 为什么是郑冰会 对啊 其实那时候刚好 我也想问啊 我好几部戏跟他在一起拍的时候 我跟人家分享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告诉我 说厚任大哥这个戏真的不错 我心里在想 我要找一个导演 一定要有这三方面 第一 他要懂得篮球 懂篮球 第二 他要感动这个故事 第三 他要喜欢 这三点他都有 不过 可是等一下等一下厚任大哥 你没有提到他要导过戏 为什么这一点你没有提 对他就是没有导过戏这一点 对啊好奇怪 你选人选的好奇怪 可是我心里再想想一下 我也是个演员 我想一个演员有内涵的演员 当了十多年的演艺生活 他要当一个导演是绝对胜知 胜任有余的 是 我相信宾辉是属于这样的人 他在哪一件事情给你那么大的信心 可以把你梦想这么久的电影 交给一个没有导过戏的人来导 特别是跟我跟他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说要找他当导演 而我心里就在这样不觉中 我问了这样的一句话 那你来当导演好不好 他有马上答应吗 那时候我告诉你 他不是很惊讶 一点都没有惊讶 他的眼神非常的淡定 他就说好啊 我从他的眼神 我看出他的信心 我从他的眼神 我看得出 我找对人 天哪 这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 好像几米远 一丢那个球就中了 没有人想得到 我会找他 因为他自己都说过 他从来没有拍过戏 就这样一个事情 这件事情就可以把他杀死了 除了在这个情况底下 在拍摄整个过程都是很顺的 对 算是蛮顺利的 不过去北京的时候 碰到了一些小插曲 是 你知道去北京的时候 我们有去看过外景 在看外景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条桥 那条桥是 兵徽花了两天的时间去找 因为第一天 要一个什么样的桥呢 那条桥是讲说 一个乡村的一个小男生 出国求学了 是 哇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也有看一些 中国的节目 好像《变形记》里面 有一个那些乡村里面的小孩子 能够去到外省 还是去到那一度 很高兴 全村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要找一条桥是当他送这个小男生的出去 那么那个桥呢 希望能够比较壮观 是 比较有水 流水在下面 最好呢 就是能够比较成就一点 是 那么给他第一条桥 他是石头桥不喜欢 第二条桥 他又闲得太短 终于找到了一条桥 是 OK了 那么过了两个以后 我们去拍了 找到那条桥不见了 后来说附近的 可能吧 就说炸掉了 要做路了 这带好笑 要做路了 那么大家都慌起来了 这时候 我们还好那边的制片 哇 那个那边是叫马中什么的 那个制片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再找 好像中国这么大总会有桥 对对对 哇 当天就带了车就往里面跑 终于找到一条的 比那条被炸掉的桥 更好看的一条桥 哎呀 好 那这样就炸得好吗 炸得好 哎呦 太好笑了 你自己在这个戏里面 那个角色 你会有压力很大吗 因为这是自己的作品 我要他们在一年后的 东南亚青年篮球锦标赛里面 夺得冠军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 叫他们全部滚蛋 该说是特别的 会特别认真吗 多几重的责任在里面 很多事情的话 就好像冰飞所讲的 你来现场不可以开口 你开口的话 要我赶你走 这是对的 可是我忍不住要开口 后来我 感觉我不来